現在我在焦八年事件紀念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5年刚好是焦八年事件100周年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整修了玉井堂厂招待所的木造老屋 规划成焦八年事件纪念园区 园区的展馆中 陈列了许多历史事件中的老照片与当时的武器 利用漫画的方式生动活泼地介绍历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15年在日本治理台湾殖民地不公益的税制 以及法制 以及无所不管的警察体制下 积怨日升 于是李宗盛等人以西兰安修庙名义 筹募抗日基金 同年夏天 焦八年地方爆发了日本统治台湾以来 规模最大的武装抗日事件 与清方纪念碑 与清方率领数千民兵 跟日方军仅在虎头山 激烈的交战 最后失败 结果就躲到山区里面 2022年春节期间 还在园区内举办试集活动 一起闯关游戏 期盼带给园区与玉井老堂长 更多活化的奇迹 主要主力设改成 即将去 这样 好,谢谢 好,谢谢 对啊,你在跑五线耶 对啊。 对啊,对啊 对啊 好,谢谢 哦 很大 很大 对啊 对啊 你们 在一起 好,我